各位协长,大家好,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道花椒水炖杂菜 为什么说是杂菜呢?我想表明的是这个花椒水啊 它可以炖各种各样的蔬菜,想炖什么都可以 所以说我今天就多抓了几样,更主要是有炮砖引力的这样一个作用 我今天选择的是配色的,你看有红色的,西红柿绿色的西兰花 还有茎类的,这个是几种茎,它是一种菇干的 然后这个是娃娃菜,也是小白菜 然后有搭配了土豆,然后有配一点点盐巴 起锅的时候我会淋点这个葱头香油 当然多了,根据自己的口味啊 可以下点花椒油,辣椒油,姜香油都可以 所以说之所以称为杂菜的话,你看一下 好,锦类的也有了,根茎类的也有了,水叶菜也有了 好,然后还有这个西红柿,很丰盛,非常丰盛 好,那我接下来就大概的介绍一下 我们如何制作这个花椒水炖杂菜 首先这个花椒啊,我们会切几片姜一起下去搭配 搭配来煮水,这样子会更加的中和 味道的会更加的饱满一点 这个花椒啊,给它洗干净 像这么多花椒的话,大概可以下三碗水吧 三碗水煮到两碗水的时候,这个时候花椒也吸水,吸得饱饱的了 这个花椒味也就煮出来了 煮出来以后,我们把这个花椒水给它打在这个瓶里面装起来 放在冰柜啊,可以放一整个星期 然后想炖啥就炖啥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把这些菌类的白菜土豆下去蒸 蒸熟,甚至可以蒸烂,蒸烂一点 我们医书里面所涉及到的这个重病患者啊 这些蔬菜啊,要煮熟,煮烂 所以说我会先把这三辆啊,菌类的啊,大白菜啊,土豆啊,可以提前下去蒸 给它蒸熟,蒸烂 然后再回到锅里面 然后下入花椒水 然后加入这个西兰花,西红柿 然后花椒水给它炖一会儿啊 下点盐巴炖一会儿,然后起锅的时候 淋点这个葱香油,那这样子这一道花椒水炖炸菜啊 那我们就给它做好了 好,接下来我们开始来去做这个实际的操作 好,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土豆 逼中紧的这个娃娃菜,然后一起下到蒸柜里面去蒸 好,好 好,我们把这个花椒给它洗干净 下点水给它洗干净 好的,我们开始来操作 我们把这个洗干净的花椒 好,倒在锅里面 然后加水 好 我加了一勺半的水 好,我们开火给它煮 好,这个花椒已经煮得脏脏的,一粒一粒薄薄的了 这时候花椒水就煮好了 我们给它打起来 放在这个容器里面,给它过滤出来 好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花椒水 一个很麻麻呛呛的一个味道 我这里就能闻到了 好,我们把这个花椒水打起来 备用 好,这个土豆 还有娃娃菜 还有鸡松龙 我大概炖了15分钟 这个时候已经很烂了 很漂亮 你看这水分都出来了 好,我们给它拿去回锅了 好,接下来我们把各种各样子的食蔬 给它倒在锅里面一起炖了 这个是西红柿 还有西兰花 还有鸡松龙 还有土豆 还有娃娃菜 好,这个时候我们加入啥呢 我们加入花椒水 很好 我们给它加入花椒水 我这个口味会比较重一点 我就多加点花椒水 然后呢 然后呢 加 适当的盐巴 哎 很好 加适当的盐巴 好 我们开火 慢慢给它炖熟就可以了 好 各种食蔬已经炖好了 非常漂亮 很很香 非常的香 好,我们给它打起来 好 这下子就熟了 打起来 非常的漂亮哦 好 好 我们这个花椒水 炖炸菜 你看最后的一步 一步做呢 我们加什么呢 最后的一步做 加入 葱香油 啊 就可以了 啊 这葱香油 经过熬制以后啊 它非常非常的香的 啊 加入适当的葱香油就可以了 啊稍微垫一下 哎 超级好吃 又烂 又熟 又温热 好 OK 我们这道菜就制作完成了